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速度44节 满载的排水量570吨 比塔兰图尔还多30吨 推进器优秀 韩国的造船业这一方面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在现在世界范围当中 韩国的造船业有着很多不可超越的成就 五一永下级护卫舰在武器数量种类和鞋带上也是很不错的 很多国家在搭载和速度上都是比较难以赶超 第三个就是苏联俄罗斯的塔兰图尔级 这艘护卫舰的研制来源于苏联 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 这艘护卫舰也随着进入了搁浅状态 再之后俄罗斯复刻在发展中再一次制造 这款护卫舰的最高速度42节 这款苏联在上世纪70年代研究的轻轻护卫舰 在配备的武器种类方面非常齐全 而且还因为它比较强的实力基础还出口了多个国家 而我们国家台湾沱江级的速度是38节 这艘快艇的研制和开发完全是由台湾完成 具有科技设计感 这艘护卫舰还有着隐身的功能 可在转战中携带8枚反潜导弹 由于现在一些科技和信息化的加入 这样的功能在现在的作战过程中是非常有必要的 军事武器是现在保证国民安全防线 在这样的基础上各国都是投入了大量的实力和心思的 这样的武器制造会越来越超乎人们的想象 能够给人民更多的安全感 给国家更大的威慑力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自于网络 由老兵说武器剪辑完成 我们下期再见